郭英宇 多謝主席 多謝各位來給我們意見 我們都希望當局聽到的意見 不要封殺在網絡上的表達自由 我相信這是非常重要 因為剛才有幾位朋友舉手想說話 主席我給他們一點時間 舉手 主席會叫你說 有三位 我們每一位都一分鐘 楊樂奇先生 其實我想哪位副院長也好 哪位副秘書張郭龍先生也好 講清楚他 大家憂慮都是那樣的 什麼叫做心靈傷害 什麼叫名譽 又說傷害 這兩個什麼權益受害也就是 obedient 僅是這個破案 我猜最擔心就是 不要招勸 priya 其他又招勸 又估天翁 fest eles 發什麼事 而跟國 keinem相關 這不是談論 但現在說 大家緩點好透顧 所以說很生氣 很 Broadway 然後又說金版權 對呀 金版權如說手 沒有這個 那個 那些衣服 我是說金版權 subsequently拉起來 是不是這叫反權人利益 現在是爭取這個項目 麻煩你們不要再抖血了 好啊 下一位是陳嘉鑼先生 剛才容樂奇先生剛剛講完這件衣服 其實他惡架不只是網上報告 他的實物是網上報告 然後人們印出來做一件衣服 然後民建聯當時的同僚就去報警 陳嘉鑼先生 即是報海關叫人抓人封艇 結果證明了這件事是沒有侵權的 其實在街上不單是民建聯被人搞 麥當勞被人搞 Starbus被人搞 但在街上變成了大容樂 其實這些是沒有直接影響到他任何利益 但隨時的 因為他賣這件T恤也是一個商業 這樣隨時都可以被人入到 不單是網上 實物上這些其實是甚麼 這些惡搞其實都是笑話 你看報紙每天的政治文化都是惡搞的共識 如果這樣都不讓人做的話 這些真的太過分 所以其實應該要搞清楚 甚麼惡搞 甚麼是侵犯犯權 好啊 黎明輝先生 我想說一個項目 政府現在你們是否承認 我們的互聯網的法例是不足夠呢 很簡單一個問題 因為你現在 你剛才李小姐所說的所謂BT 二我不知你們政府的人了解這個科技有多少 但我只能說一件事 人家怎樣下載下載下載呢 在外國來說是無法管的 你只可以說那個版權持有人去投訴 你才可以拘捕這個人 但是你現在這一條的法例 基本上是封殺了所有 我不是你惡搞也好 你真的是創作出來的也好 你這條法例是整個拼了 你現在比大陸還壞 如果是這樣 不如你全香港的所有電腦 iPad、iPod 全部你裝好那些什麼 600什麼不行 你為什麼搞那麼多 我們請黃國斌先生 各位主席 我先處理精神權利 因為剛才也提到 我簡短作答覆 精神權利這條文 其實今次都在 今次在法律裏 我們只是在生理法律 要處理這件事 因為我們引入了傳播權利 這個傳播權利和這個 已經有一些條文 它之間的接駁位 我們要重新寫出來 我們沒有動過 精神權利的條文 那個原意 我想在那裏強調 大家擔心就是精神權利 是否一個嚴責 那個不是一個嚴責 那個是一個民事的罪名 那個不牽涉嚴責 所以精神權利這件事 就算是侵犯了也不牽涉嚴責 更加不會牽涉 所謂選擇性侵犯這些問題 因為這個不是一個認真 希望大家可以安心 那個執法 大家應該理解香港的執法過程 有很多制衡 法庭是一個很好的制衡 剛才我聽到的聲音 就是我們跨過了那群權利的人 就可以抓人 執法 我就很小心看過這條文 我又看不到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或者請大家 告訴我 你為什麼會覺得 現在我們的寫法 可以讓執法者 可以跨過了那個 權利的人 可以自己拿主意 就說你跌到營網 我會抓你 我也想問 為什麼你們可以 那個人從哪裡來的呢 我都不明白 多謝